4月19日晚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牡丹江市就4月18日新增两例确诊病例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经调查 两例新增病例为夫妻关系 妻子因肝病在定点医院治疗 丈夫陪护 4月5日因定点医院收治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转到牡丹江某二级医院住院治疗 由其亲属开私家车送其夫妻二人至某二级医院 并且监督者核酸塞查发现三名检测阳性人员 其中两例是后就诊的二级医院的医护人员 一例为患者家属 从发病时间上看 首发病例发病时间 与我市最后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间隔超过潜伏区 来自本土社区传播的可能性不大 经国家省流行病学专家组织 综合分析探定 这是疫情境外收入病例关联的新冠肺炎疫情 据了解 近期牡丹江市出现关联病例后 4月18日 牡丹江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 牡丹江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刘彦峰表示 牡丹江将进一步落实落细重点场所 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管控措施 进一步加强群防群控 联防联控 因时因事做好重点场所 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的防范工作 把严防人员聚集作为当前防范疫情传播扩散的重中之重 有序管控流动性 严防聚集性 按照规定 严格管理 餐馆聚餐 广场物等公众聚集性活动 截至4月18日24时 牡丹江市内新增确认病例2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6名 已全部接受医学隔离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